9月13号下午4点多 绍兴粤城区解放路和延安路路口 一名女子跑向正在疏导交通的辅警 说后方有一辆车上的驾驶员出现了异常情况 当我跑进车辆车边的时候看到当事人老婆手上拿着一袋东西 然后问咨询了一下之后 他老婆说是一袋血 他老婆惊慌失措的也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我看他老公脸色苍白 汪江华立即驾驶求助人的车辆赶往医院 当时正值周边学校放学 车流量较大 好在半路上又交警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远远地看到我们那个驾驶员是我们一个辅警 因为他穿的雨衣比较明显 而且是他提前打的转向灯 要往二元方向转进去 有力的情况下 我让他拦截了一下逆向车辆 然后我从逆向车辆一路逆向开到二元门口 汪江华顺利地把驾驶员送进了医院 据了解 驾驶员被诊断为急性未出血 目前情况稳定 首先是要感谢那个交警和那个女的那个路人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那天没有他们帮忙的话 我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